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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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演 我們這一點進步會比較快一點 講的東西蠻多時在國中就提過了 那我們這一點就是一道整個清末的兩次變化 一次是在 夾澳戰爭之後 但一次是在八國離軍之後 他是屬於政治制度的改變 但他還不牽涉到整個 就是說你要去探尋民意 或者一個單權分立的架構 那中國製作也有一個單權分立的憲政架構 他是在投影片下的立憲運動 那你現在把一百二十一頁 第二段的那一場戰爭馬化下來 1905年的日俄戰爭 好 這場戰爭也有三個型 我們後面的張傑會反覆提到這一場戰爭 那這場戰爭比較特別 他是由一個亞洲國家 擊敗傳統被戰為時 歐洲西方強權之一的俄羅斯 所以這場戰爭本身 他對全世界是一場震撼 他也對再來的政局造成很大的影響 好 那個影片我們看 在從地圖廢墟中崛起這本書當中 他有描述這一場戰爭 他說在1905年的5月 在日本跟朝鮮半島中間的對馬海峽 那有一次的海上的決戰 當時日軍的那個海軍的指揮官 叫通襄平巴勒 通襄平巴勒出身薩摩凡 我們在先前講過整個末末時期的時候 有幾個尊王攘夷的那個大名 不知道對我來講比較好 薩摩凡是其中之一 那東襄平巴勒率領的日本艦隊 就把當時俄羅斯的遠東艦隊直接擊敗了 這件事震撼了全世界 那從影片各位看這本書是怎麼評價的 從中世紀以來首陸有歐洲以外的國家 再重要的戰爭擊潰歐洲強權 所以他對亞洲來講 幾乎瞬間就激起了涟漪 也就是說很多亞洲國家 覺得這些歐洲強權是不敗的 是無敵的 但卻發現在熱戰爭當中 一個西方國家竟然被一個亞洲國家 才平治維新不久的日本所打敗 因此他給予很多國家即時的信心 中國 印度 國爾籍 或者你想不到想不到其他國家 因此我們看到的是 這是對這場戰爭的秘符優化 站在中間就是東襄平巴勒 那其實這個日本的海軍將領 他早在中法戰爭的時候 就曾經在基隆的外海 觀察清朝的海軍跟法國的軍隊在作戰 那甲午戰爭的時候 他也曾經率領一支先前部隊 然後來到澎湖 所以這個東襄平巴勒 雖然各位不一定熟悉 但他其實跟整個台灣史 或者中國近代史 是有一些關聯性的 那我們再看到 那這場戰爭引發兩個國家 想要去鼓勵線 你把他寫在日俄戰爭的查點 一個是俄羅斯 然後一個是中國 那我們當然知道這場戰爭 我們在感動中 來 我們當然知道這場戰爭 是日本跟俄國打的 所以當時全世界怎麼解讀呢 好 說一遍 軍主立憲擊敗軍主專制 那你知道俄羅斯是軍主專制嗎 是沙皇講的算 他不會去聽人民的意見 但日本在1889年的時候 就已經有一套憲法 這是民治憲法 雖然說我們說 日本也不見得真的非常民主 但他整個體制上 是有立法權 他是有一定的民意基礎 所以在這場戰爭之後 軍主立憲留於軍主專制 因為軍主立憲的日本 擊敗軍主專制的俄羅斯 那戰敗的俄羅斯要一憲 中國在旁邊看 他也覺得憲法對中國來講 或許是一個救國的方式 所以各位看 當時中國有一些官員跟知識論法 是要拿軍主立憲來救中國 那為什麼 你請說 要軍主立憲 中國跟俄羅斯都有 戰敗的俄羅斯 以及想要改革 挽救國家命運的中國 兩個國家都有 那這邊 慈禧後來也答應 要立憲是為什麼 因為各位知道 軍主立憲的歷史就是 性愛心絕羅的 可以繼續統治中國 那他的目標是 合語片爆大紀 你注意到這一頁合語片 兩個不同的藍色的字 救中國跟保大清 都會覺得是同一件事 還是不同一件事 其實不會說完全沒有重疊 但是不太一樣的概念 那就在慈禧想保大清 很多的知識分子想救中國的情況之下 如何如何展開了立憲人鬥 那這件事情我因為沒有辦法詳細講 把這個schedule整個列成一張表 那先派大臣考察 需要預備立憲 第一個憲法大綱 那我們知道所謂的立憲 就是三權分立的憲法 三權是哪三權 行政立法跟司法 司法是獨立的 那各位看我手裡的這兩欄 就是屬於立法權 那中國因為很大 所以它是各省先組成資議局 就是說它有審會 省這個層級的民意機構 那再由省這個層級的民意機構 互推代表到中央的資政院 資政院就是國會 就像我們現在的立法院是一樣的 那因此它是一個兩個層級的立法權 那等到1911年的時候 再成立行政權 也就是這個責任內閣取代元等清朝的那個 皇帝底下的權力機構叫軍機處 那這個過程後來因為組成內閣的時候 內閣成員 內閣成員就像我們現在的行政院各部會首長 它有超過三分之二或是滿人 那些知識分子就說 那這不是玩假的嗎 我要救中國 結果你只是要保大慶 權力都在滿足 都在滿人的身上 因此這些立憲派就大失不忘 那我們剛才知道1911年同時是 西泰革命的那一年 那因此這個立憲等於是 它推行了幾年之後被革命所中斷 然後我們看到比較多的 我看到的書籍 它都會把立憲用一個詞去描述它 這個詞你可以體會一下 說太慢了 你們覺得剛剛這個流程又很慢嗎 就這個時間這幾年做這些事情又很慢嗎 當然我們可能缺乏判斷的基準 日本大概花了近20年完成了它的第一步明治憲法 所以如果以我剛剛這個標準來講 投影變中國的速度又很慢嗎 其實沒有 可是各位知道快跟慢 有時候跟我們自己的心情的急切 或者從容是有關係的 當時中國就是在一個即將亡國的狀態 它有沒有閒情意志去慢慢等這些事情 按部就班來做 其實沒有 所以在很急切的心情之下 就會把這個立憲的過程形容成是太慢了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有些東西是比較客觀的評論 但有些其實牽涉到是當事人 比較主觀的熱氣的一種情緒 那我們說最後它的失敗是因為 立憲派想要救中國 但清朝只是要跑大氣 因此最後的情況是 這個立憲運動很多支持者 在西太革命爆發的時候 跑去支持了革命 那因此請看到121頁底下的那個革命建國 那這個革命建國 你現在從121頁往後翻到123頁 好這一段我不知道各位國中是怎麼講它的 但我看我們課本121跟123頁的內容 我個人會覺得它的寫法很國民當史觀 但我教的是歷史 但是不是國民當版的歷史 所以這一段有些東西我會很簡單帶過 像你現在翻課本123頁 我大概幾句話都帶過了 因為這些內容有很多 不是說這件事情沒有發生 而是它是用一種比較很明顯站在某一種立場 去書籤的方式 看頭一天我幫各位讀幾個 可能你知道 可能你不知道 那在我們這些專門學歷史的人來講 它一定是常識 可是對你們可能是以教科書為主的 你會覺得這些東西或許是第一次聽到 好 來第一個 革命團體其實並不是有一個很明顯的傳承耐落 那傳統國民當史觀會把新中會 後來是同盟會變成是革命組織大團結 然後甚至把整個革命 像你們一定都知道革命有幾次 好 你看馬上就有講出來 11次 所以不是有一種免疫人的話就是說 你失敗有挫折沒有關係 這是要效法活復革命的精神 活復革命11次才成功 11次成功 當然你會覺得你剛剛講的是說 11次很多 很困難 但我現在要講的是 辛亥革命是哪一11次都會同意嗎 辛亥革命是村中山頂道的嗎 不是 因為在辛亥革命發生的時候 孫中山人在美國 然後他是看報紙知道這場革命 然後他大為驚喜 所以請問這樣 革命是他領導的嗎 他領導然後看報紙說 哇 革命爆發了好不好 聽起來就不太對勁了 好 那我們現在回頭來看 革命團體分很多 張玉法是中研院院士 他專門研究清末到明初這一段 他說革命陣營一直是分裂的 辛亥革命之前分裂的 辛亥革命之後他還是分裂的 所以有非常多的革命團體 我這張表就剛剛都會列出 一些比較主要的革命團體 那你看這一段你會發現說 孫中山不是那個好像革命黨 大家都聽他的 然後都聽同他的指揮等等 那果不否認孫中山在整個革命運動 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他也成立了最早的革命組織 可是這不代表革命都是他 實際上有很多的團體 有很多其他的人 像西泰革命跟我說明的這兩個團體 比較喜歡 一個叫共進會 一個叫文學社 他既不是新中會 也不是號稱是新中會 過大阪之後的同盟會 沒有這些關係 那就剛剛張玉法的講法 其實這些革命團體都是分省份的 譬如說新中會是廣東人的團體 孫中山 那華新會是湖南人的團體 華新會是誰呢 黃新 宋教人都是湖南人 光復會就是蔡元培的 他是浙江人的團體 這些我們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清末其實整個是一個地方的勢力抬頭 你們總知道湘軍跟淮軍 那湘軍不就代表他是一支湖南的軍隊嗎 淮軍就是一個跟淮和有一個安徽有關的軍隊 所以這些地方勢力的抬頭 既反映在軍事上政治上 也反映在革命團體上 所以張玉法還講說 其實通文會後來號稱是革命派的大團結 但實際上大家還是自己玩自己的 但這個東西其實我們並不是要貶低革命運動 而是反而把革命的那種繽紛多元的形象把它釋放出來 革命如果一開始就是一個孫中山領導 大家在兜聽他的 那才奇怪了 好 再來 辛亥革命因此已把各省兩個字寫在121頁革命建國的後面 所以革命是以省為單位的 那武昌起立只確定了湖北這個地方的革命 那其他地方其實當時還不確定 好 那我們看到在1911年10月10號 那10月10號是我們現在一年一度國慶日 它跟武昌起立就有關係 好 這一段各位詳細看 文學社跟共進會策動新軍的革命黨 新軍跟革命黨的關係是什麼呢 這一批用新式的操練方式拿新式武器的 這些年輕的軍人 他觀念其實通常也比較新 因為他學的是新的軍事技術 所以革命黨就跑到軍中去運動 運作這些人 所以這些人普遍就同情或者支持革命 那實際成熟他就會運用新軍 本來新軍是幫清朝在打仗的 那這個時候他就變成是革命黨 推翻清朝的力量 好 結果就在1911年年底的這些事情 竟然成龍了 然後就把整個武昌全程控制出去 可是當時革命黨在武昌沒有罵人 所以就把一個跟革命無關的新軍的價比 叫黎原推坐革命的領袖 這個人後來還當作大統統 可是實際上他是一個跟革命運動 沒有什麼關係的人 好 之後各省紛紛響力 一個月之後 一個半月之後 有三分之二的省紛紛獨立了 這一張是整個西太革命的模式 這一張你可以把它拍下來 西太革命其實不是革命黨獨立完成的 它是革命黨跟改革派共同完成的 革命黨在當時中國的力量並不特別大 革命黨我剛剛講它運作新軍 控制了城市 佔領了一個重要的衙門 因此這個地方成功了 而這個地方的成功還仰賴當地的一批議界領袖 就是我手底的這一批當初立洩運動 各省選出來的省會的議員 就是資議局的議員 他們通常會做一件事在當時的話 他們會拍電報 拍電報就是公告他這個省的人 說我們支持革命 那你知道這一群人才是一個省的意見領袖 才是中間人物 這些是亡命之徒 所以他們兩批結合之後 這一批是本來就對清朝不滿 這一批是因為立洩運動太慢太沒有誠意 所以他轉而支持革命 但他們兩派的合作 讓心態革命一個在當時看起來不會成功的革命 竟然成功了 那各位再看這一張 對 武昌起義 但如果我們從10月10號的武昌起義 算到有三分之二的省份都贊成了革命 你怎麼叫心態說明 武昌起義和心態中間 武昌起義是心態革命的態度 好 因此我們看到 粉紅色的這個部分是當時已經宣布 支持獨立要推翻清朝的省份 可是你現在可以反過來從黃色的看 黃色不就代表清朝還控制這些省份嗎 所以當時如果沒有第三個力量介入 中國會進入另外一個南北朝的時代 所以為什麼袁世凱在這個地方重要 可不可以僅先翻到123頁 所以前面是開始提到袁世凱 我覺得客人會比較受不了就是這一段 因為袁世凱只要一現身 就是他的野心開始顯露的時候 他準備要做壞事 所以客人會用這種方式來描述袁世凱 例如說第二碼 袁世凱 衛蒙大衛 其實我們有時候理解政治有一點不太對的地方 政治上本來就是要爭取某一個位子 你才有辦法把你的想法付出實性 那你要講他是野心 我也沒有意見好不好 可是你會發現 課本特別講袁世凱會用野心 他會不會在孫中山的時候用野心這兩個字 所以我會覺得這種寫法它是比較偏頗的 但再看這一段的最後一句話 以制衡袁世凱 袁世凱為什麼要制衡 那是壞人 所以在這地方是有一個好的跟壞的 對或錯的那樣子的對比 我等一下會幫袁世凱講一點話 可是幫袁世凱講話 不是因為我很認同袁世凱 是因為我的課本太國民黨 那一直我們在往後面看 這個是當時補昌起義之後他們舉的旗子 我猜你沒有看過這面旗子 這面旗叫做鐵血十八星旗 在這邊就這個樣子對照一下 但十八星是什麼東西呢 是中國漢人居住為主的十八個內地的省份 所以編寫十八星旗就是要把滿人趕走 因為中國是漢人的 它的邏輯是這樣子 武昌起義他們攻下來的這個地方 他們去了這個旗子 可是其他地方我剛剛不是講 各省自己搞革命嗎 所以各位看這是上海後來革命成功之後 他們舉的是我們前面提過的虎色旗 你看後面的照片都有對照 再來這個是四川 雖然旗子我們都沒有看到全貌 但其實它是長這個樣子叫大漢旗 但毫無意外的 旁邊這一圈你們覺得它有幾顆的圓圈 十八顆 所以一樣跟那個鐵血十八星旗是 就是中國內地的十八個省份是漢人的 不要趕走滿頭 因為滿人洩舉了漢人的土地 所以就是這麼多的旗子 反映它是不同的領導人 不同的力量所共同促成的 所以你知道民國成立之後白入領 最後是拿五色旗當國旗 也寫十八星旗是陸軍旗 青天白日旗是海軍旗 那我方舉這個例子不就證明革命的本身 它不是一個力量 而是多股力量 好再來 你把回答121頁 標題底下第三項話叫 驅逐達魯恢復中暴 問到這兩句話既出現在新中會的誓子 也出現在同盟會的誓子 對不對 新中會同盟會的誓子是以前有讀過還是沒有 有人可能有聽過 來看影片 其實他不是孫中山最早喊的 他是朱元璋最早喊的 所以你們現在試著回答我 朱元璋在講驅逐達魯 那個達魯是誰 是蒙古人 那因此現在孫中山要驅逐達魯是誰 是滿人 好當然對象不同 可是你會發現他的邏輯跟文化是一樣的 驅逐達魯就可以恢復中華 所以中華是誰 中華是漢 在這個地方的語力的脈絡 好那我們來看一些敘述 這本書我滿推薦給各位 他是上個月出版的 我覺得這本書充滿了情發性 太快了 什麼意思 很新是不是 我等一下還會介紹一本更新的書 然後這本書的作者 吳瑞是中國人 但這本書絕對不會在中華人共和國出版 因為他裡面寫太大密就到了 但他裡面有一段剛好寫到辛亥革命 我帶各位唸一下 他說因為民國初年曾經有的口號叫 古族共和 就是剛剛我們看到的這面旗子 他的概念是不是 漢滿宏迴藏古族共和 那因此剛剛那位吳瑞 在你不可能是漢族這本書當中 他就說 好啦 古族共和你要何為一國何為一族都好 你有徵求他同意嗎 你有徵求滿宏迴藏同意嗎 你問過所有漢族了嗎 好 在溥儀就是最後一個清朝的皇帝 退位三天之後 孫中山馬上去朱元璋的年寫 發表兩天祭文 他又站在所謂屈祖達魯的立場 各位屈祖達魯跟五族共和 是相友還是相斥的觀念 相斥吧 五族共和是漢滿宏迴藏 大家齊居一堂 其樂總統 好 那驅逐達魯 甚至漢人把滿人趕出去 有沒有發現在這個地方 這兩種話語是混著在用的 好 那這個時候的孫中山就開出朱元璋 就說 意思就是去跟朱元璋講 我恢復了你的國家 我現在又回到漢的人了 那所以他是把滿人當成是野安人的 好 吳瑞直接下結論 這個結論值得各位注意 既然這麼看不起這些野安人 為什麼還要跟他們合為一國合為一夫 無非是貪腐野安人的朋友 這個才是所謂五族共和的真相 那這張地圖給各位看 這是明朝的版圖 深紅色的部分是明朝的版圖 所以明朝的版圖沒有這一塊 沒有這一塊 沒有這一塊 這一塊是哪裡東部 這一塊是新疆 這一塊是西藏 那明朝的版圖甚至這一塊都很可疑 這一塊就是我們先前講到的改子歸流那一塊 對 少數民族的 可是他什麼時候中國才真的可以派 郡縣長官去治理 是不是清朝雍正以後 所以這一塊其實很大一段時間 都是承認當地的統治人 然後這個地方是呂真人 實際上他們也只是名義上 那是簡訊的聲音 名義上聽明朝的話 實際上他也是獨立自主的 那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真的屈服達魯恢復了中華 恢復了原來漢人的土地 那很尷尬是什麼 漢人的土地其實超小的塊 可是實際上後來中華民國繼承的 是不是原來漢人的那個張鈺 也就是我手底的這一大塊 所以你要知道 剛剛吳瑞夏的那個結論 他看起來很直白 很大膽 可是其實就是這麼一回事 提供各位參考 再來我要幫袁世凱講話 看到一二三頁 那課本的都自己看一下 我們要寫這些東西 先挑一張袁世凱比較好看的照片 這是袁世凱 那他當然是槍桿子出政權 清末因為編列新軍 所以掌握了這些軍事力量 袁世凱的老師就是李鴻章 那他們這些人都是順著清末 太平民國之亂以後 這些地方軍政長官的勢力 因此他們掌握了一些權力 最後可以影響全中國的命運 那所以為什麼在西太革命之後 你會在一百二三頁讀到這些內容呢 先簡單來講就是中國南北疆在那個地方 北邊是清朝還有控制權 南剛各省宣布獨立 清朝想要用袁世凱的軍力 把革命黨依掃除 革命黨想拉攏袁世凱 逼清朝退後 所以這個敘述背後代表什麼 袁世凱就是實力派 袁世凱就是很重要 如果革命黨不需要袁世凱 幹嘛這個時候很重視他 最後把大總統的位置讓給他 我覺得我們反面來看 其實比較符合這件事情的真相 好 那各位再看一百二十三頁有這麼一張圖 有沒有找到 好 來 這一張請你不要得錢是職 課本的這一張照片 代表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袁世凱在大選大總統之後 各國就承認了中華民國 所以你絕對不會在課本 看到一張孫中山的背後 佔著各國公司的照片 那個聲音為什麼一直在 我們這邊還是這邊 還是誰沒有 就把那個聲音把它關掉 好了 一直我們看到的是 在孫中山的時代 南京國民政府沒有人承認 因此是到了袁世凱當選大總統之後 後面這些使節代表就是 這些國家對中華民國的承認 所以這件事代表就是 袁世凱是實力派 因此他統治底下的中華民國受到承認 各位知道我們現在中華民國 台灣是個小國 國家承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所以這件事情是袁世凱造就的 而不是孫中山的 那再來一件事情 是我要幫袁世凱小小平板的 把21條寫在123頁的旁邊 我覺得我們的課文123頁有點語文文詞 他明明我們這一集的重點是在講 東亞就是中國 包含中國對西方衝擊的回應 可是123頁整個課文 是不是困在中國自己的爭執當中 所以我123頁沒有詳細談 只是我覺得課文寫這些東西 不是這裡要談的重點 但口語片這件事情是 當時日本國力強大 在袁世凱1915年準備稱帝的時候 他就向中國提出21條 傳統課文在寫這一段的時候 會把袁世凱當成是一個賣國的象徵 因為他同意了這些條款 稍微看一下 山東的權力讓給日本 滿滿東盟的權力讓給日本 和野霆這一家煤礦跟鐵礦的公司 中日合辦 中國的港灣只能租給日本 不能租給其他國家 中國政府要聘日本 那這些條款的確都很屈辱 那他很屈辱 最後中國接受了在1915年的5月9號 所以這一天後來被稱為叫 五九國池 各位有聽過嗎 那所以我看到有些書就是這樣 五九國池嘛 代表這一次很恥 可是或許大家不知道 五九國池是誰訂的 是袁世凱訂的 是袁世凱訂這一天是國池日 所以他如果真的覺得自己很可恥 然後他把5月9號定為國池日 就是說我這是一個可恥的 我讓國家蒙受了可恥的一刻 各位不覺得這件事有點怪怪的嗎 他的知福 好來 我們來看一下 袁世凱當時的那個將法 這是袁世凱接受21條之後的法言 我國雖若 苟親及我主權 束縛我內政 如第五號所列 國必誓死亦據 最後就是這邊講的第五號 袁世凱沒有接受 所以我剛剛比較檢測 好 繼續 外交部恪守我指示 兼具到底進了最大之一 你看袁世凱的描述是說 我接受21條 但是我當中其實有堅守一些底線嗎 那我們現在中國沒有辦法跟日本打仗 因為日本很強 不權衡利害 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後通點 是何等同心 何等持久 所以現在是不是看出 他另一個古久國始日的原因呢 好 那我們再往後面看 這是胡適再講21條 這段我不唸 你們看過之後告訴我 請問胡適是肯定 袁世凱在21條的交涉還是否定 肯定 這個是肯定吧 那胡適不會是跟袁世凱政治立場一樣 所以各位要知道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後來在看的角度 好像戴上了有色眼鏡 其實21條交涉跟投影店這一位 中華民國最偉大的外交官是有關係的 我們上一節課曾經提到 外交是一個中國向西方學習 學了幾十年之後 中國出了一個了不起的外交人 叫顧維鈞 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博士 然後他所做的第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 他擔任袁世凱的英文秘書 所以各位要知道 他後來可以走向政壇 是因為袁世凱 袁世凱提拔了他 而他真的是個人才 那後來就是在21條交涉的時候 他當機立斷 因為他當時是袁世凱的英文秘書 跟處理外交的事物 那當時跟日人是秘密協定 可是郭維鈞就說 我們必須把這個事情洩露出去 這樣子才能藉由其他國家的壓力 去逼迫日本不能太囂張 所以他洩露21條爭取國際支持 最後實際上是達到效果 所以才會胡適也稱讚21條的交涉 那不久之後他就被派到 被中國派到駐美公司 各位要知道駐美公司就好像現在的 就是中國駐美國的SARS那樣子的角色 他在27歲就擔任這個 所以他很早就做了外交上很重要的工作 那巴黎和會的時候他是中國的主堪代表 那巴黎和會最後中國有沒有簽字 沒有簽字是因為那個山東的問題 是誰沒有在巴黎和會的簽字 不委屈的 然後他是後來二次大戰中國勝利之後 他在聯合國憲章還是第一個簽字 雖然我們現在聯合國的那個會員國都不是 所以這個人跟中華民國的外交很有關係 他也代表中華民國的外交 可以正常發揮的那一刻 後來他寫了回憶錄 他的回憶錄寫了我如果沒記錯是14分 他的回憶錄加起來是我收明的怎麼換的 太多事情可以寫然後他又非常的長壽 我會知道是因為我以前讀書的時候有個同學 他剛好因為主題的關係 他看了不回憶錄 裡面有非常非常多可以參考的 這每一本是厚的嗎 這個多號 14分這麼厚 每一本還是蠻厚的 就收入了很多的書信 那剛剛的21條當中 有一條是提到投影片的這家公司 叫漢野平公司 那這個公司是當時亞洲最大的鋼鐵公司 那當然你要中國跟日本合辦 這是喪權入國的條約 各位再看一下剛剛21條的第三條 愛野平公司中心合辦 那為什麼袁世凱會答應這一條呢 我告訴各位真相 因為當初是西泰國運成功之後 孫中槍跟黃欣為了要跟日本借錢 所以答應漢野平中國跟日本合辦 這樣各位知道袁世凱是熟賴攤子的嗎 好這些事情或許有些你知道 或許有些你從來沒聽過 但其實我也不是就說袁世凱多好還怎麼樣 那只是說我們在看這一段歷史的時候 我們還是比較持平的看會老一點 好繼續 好那我想課本的123頁 我們就先訂在這邊請翻到124頁 那課本在這邊是一個國家一個國家獎 他們對整個西方的回應 那當然我們知道124頁的日本是最成功的 你把標題的文明開畫四個字畫下來 然後根本第一段我們也畫幾個地方 第一行的廣求知識於世界也畫下來 好第二行廢竹封建繁王也畫下來 好最後一行的1889半定限王也畫下來 好想這一段是本明智微星 課本的文字我估計各位都看得懂 所以現在我要帶幾個比較重要的概念 你現在把五條預示文寫在第一行最後面 好把五條預示文寫在第一行的上面 今天如果到東京好了 我們今天哪裡都去不了 今天如果可以去東京 如果到東京表參道 你如果不是走表參道 走另外一邊就是明智神功 明智神功是跟現在我們講的明智微星 明智天皇是有關係的 那在神功的前面 它有一個小指條明智可以拿的 那個小指條上面就寫 就是五條預示文的 這邊摘入的這些內容 好我現在抽斜線請問各位 看有些同學精神不太好 我的問題是 五條預示文這些內容 就是明智微星幾個大的目標 好我的問題是 它跟同時起中國的自強運動相比 請問根據這邊五條預示文 揭示的明智微星的內容 明智微星是等於自強運動 小於自強運動 還是大於自強運動 好要講理由 謝謝 許家尊 好請坐 來這邊兩位站錯的猜拳一下 好來請坐 所以這個是陳第一 好請坐 請問明智微星是小於等於還是大於自強運動 大於從哪裡可以看出來 有哪些地方是大於自強運動 有哪些地方是大於自強運動 你直接說它的文字 第四點 第四點嘛 過足就有之鬥期 各位同意嗎 應該同意好不好 來 我們原來談的自強運動 是以什麼為它主要的目標 說出來 這是器物 器物就是工業化的學習 船艦套利這些國防軍事的技術 你有沒有發現 在這邊五條預示文遠遠超過的 它其實是把後來中國在政治的革新 甚至西方思想的引進 全部包含在裡面 所以你知道我們在這裡 就不會用原來我們中國史的 三個層次的學習去談它 在日本是all in one 一次一網打盡 所以日本是一個從一開始 就充分徹底全面的學習西方 我覺得這一點是後來這兩個運動 它的結果很不一樣的地方 當然這跟原來的藍學的傳統 也有關係 第二個 原來中國在自強運動的時候 地方的總督巡撫取得 龐大的政治軍事權力 我們說當時的中國走向地方分泉 可是各位看 日本在明治維新初期 打了一場叫悟臣戰爭 那當時尊王壤以支持天皇的 這一些大名 他們就去把那些還支持德川家 德川幕府的這些殘存的勢力 一路從日本的國土的南邊往北進攻 一路打到北海道 打到韓館的古人過 逼使這些反對天皇的力量 最後投降 所以明治維新一開始 日本就是一個團結而統一的國家 那我們知道一個團結而統一的國家 去進行制度的核心 跟一個走向地方分泉的中國 去進行核心 那它的效果 它的成效會有很大的差別 這是第二個 再來我們看到 這是另外一個版本的課本 提到整個明治維新的方向 那上面幾個關鍵字 你把它掌握住 那譬如說學習西方 包含像統一貨幣 設立中央銀法 斷法就是學西方人穿著 你是在課本這一頁看到那個明治夫婦 就本來是日式的穿著 變成西式的穿著 還有直接用西方的立法 就不用中國的傳統 那種年號的紀元的方式了 再來廢凡制憲 這些是中央集權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張 這一張就是所謂的廢凡制憲 你們有聽過那個什麼阿波之類的東西嗎 日本 阿波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四國一個地理 阿波本來是一個國家 然後像這個地方我們今天叫鹿兒島 這個地方就是本來的薩摩凡 也就是薩摩這個國家 所以所謂的廢凡制憲 就是本來是分封給諸侯 一個大名去統治 現在全部收回來 變成是天皇直接治癮 這個就是一個中央集權的象徵 譬如說雄本這個地方 本來叫肥後國 後來就是雄本縣 這個就叫廢凡制憲 再回到這邊我們看到的是 還包含了像頒布憲法這些東西 那我們現在就用幾張圖 來帶各位加強一下印象 你現在把日本第一條鐵路的時間 寫在客門左邊的地方 1872年 請問比中國早還是晚 我們在上一節課有提到 中國的鐵路應該是在1880年代的那一條 唐旭鐵路 它的時間可能是在1882年 大概比我們現在講的日本 最早從東京到橫濱那一條鐵路 玩了十年左右的時間 所以日本連鐵路建設都很早 我們今天根本把日本 視為是一個鐵道的王國 它的開啟的時間很早 那這個是在它第一條鐵路 封車的時候 三代富士川封過 它所畫的福士會 就是在講這一條行駛於東京灣 東京到橫濱之間的鐵路 那這一章就參考一下 再來我們前面 不管是看電影或者是燈組好的 都能移到軍艦島 那軍艦島本身就是一個 明智維新工業化的象徵 那因為這個地方 從地底大量開採的那些沒有 它支持了什麼東西呢 就剛剛這個鐵路 不然這個上面冒煙是為什麼冒煙 這樣各位懂意思 所以包含軍艦島 包含其他明智維新的 這一些工業革命的遺跡 後來就被日本政府 拿去申請的事件化遺產 這個可能你們在寫分組報告的時候 是有寫到相關的內容 那以當時的九州本州南邊 這邊就是一個重型 軍艦島是在這個地方 一直到本州的北邊都有 所以我們看到這就是一個日本版的 如果如土進行的工業革命 再來你在地段的最後年 1889年 日本成為東亞第一個立憲的國家 當然它走的是君主立憲 那它憲法的欄子是參考哪一國 你把它寫在剛剛化現的旁邊 它是參考德意志帝國的憲法 德意志帝國憲法也是一個很尊重 世襲君王的權利 我們講的就是威尼一世威尼二世 那這套憲法其實還有一個特色 在頭影片它其實是一個天皇集權制 所以我手筆的這邊是行政權 我手筆的藍色這邊是立法權 因為它是三權分立 可是你會發現所有權利到最後 都是統籌於天皇一個人 所以這部憲法其實後來發現了很大的缺點 軍隊是直接由天皇一國指揮 不歸內閣所管轄 因此監督不到 所以後來有一種講法是說 日本發展軍國主義跟它的軍隊 不受這一套三權分立的憲法 所節制是有關係的 不過想這頁頭影片的內容 我們到後面的章節再來看它 好 再來現在請你把手機拿起來 來拍這一張 這張各位一面拍一面看 你有沒有發現它是一個等差的概念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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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工學有問題嗎 沒問題 1874年的古甘社各位都知道 不久之後它就併昏了沖盛 併昏的琉球感到沖盛 再來十年之後賈申政變 它取得了過分朝鮮政治的權力 再十年賈武戰爭擊敗了中國 再十年日二戰爭我們剛才提到 成為亞洲第一強權 因為它單條俄羅斯成功 再十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日本對德國宣戰 它就佔有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租界地 叫做萬里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體會一個感覺 日本其實是近現代歷史當中 一個非常罕見的特例 它每十年就有一戰 而且每戰地勝利 很少有國家走得這麼成功 然後這麼樣的順利 那因此它後來整個軍國主義的抬頭 跟這一段歷史發展是有關係的 那因此特別是熱戰爭 各位看這一張是當時的漫畫 上面在講說熱戰爭開打之前 大家只看得到俄羅斯 日本就是一個為不足道的存在 可是到熱戰爭之後我們看到的是 俄羅斯就被踢到一面去了 這時候日本就廣受大家的推崇跟看重 這是成功敗透了 就這麼一回事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朝鮮 請看到126頁 121頁的地方 朝鮮這一段我就覺得比較難講 因此我幫各位整理了兩頁的時間軸 我覺得比如要拍一下 拍一下吧 這樣等一下我能選擇 用比較簡單的方式來講它 這是第一頁 好 到第二頁 再來這是第二頁 好 那我稍微講一下 十九世紀的後期大概朝鮮就面臨了 西方勢力的威脅 就跟日本跟中國一樣 那一開始朝鮮走的是一個盲目的台灣 當時的朝鮮的統治者就是高中 年紀很小他的爸爸執政 他們講過這個新鮮大怨君 是一個盲目台灣 他不是到處立赤和杯嗎 就是我們跟這些外國人 勢不兩筆 絕對不可能妥協 絕對不可能開放給他崩炸 那等到高中長大之後 大怨君就把權利還給了兒子 可是這時候高中的老婆免費掌權 他是一個親自同時是西化派 因此環繞著高中的爸爸 跟高中的老婆 就有一個要不要西化的劇烈的鬥爭 那後面這幾件事情都還要這些鬥爭 那你把課本紅色那一條很粗的 現在1876年的江華條約把它劃下來 這一年在日本的逼迫之下 朝鮮開港通商 那之後大量的貨物跟大量的外國人進入到朝鮮 他只讓這個新舊之間的爭執 保守跟開化之間的爭執 更加的激烈跟白熱化 那1882跟84年各有一次病變跟政變 他也是這個保守派跟 就是改革派彼此的較勁 那背後都只有民隊跟大原軍的實力 那等到1894跟95年的甲午戰爭 那因為中國為了朝鮮打了一仗而戰敗 所以朝鮮就脫離了中國 結束跟進逃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知道米菲原本是一個既清日 又想要學習西方的 但等到甲午戰爭中國失敗之後 米菲就發現日本對朝鮮 是有非常大的野心的 所以就在中國戰敗之後 米菲想引進俄羅斯的力量 來對付日本在朝鮮過度的擴張 米菲下場很慘 他因為這時候引進俄羅斯的力量 被日本視為嚴重兵 於是日本就派人把免費幹掉 所以1895年那一年 敵衛事變他就被日本所殺害 那這時候呢 對 所以我剛剛講說 他在甲午戰爭之後 他發現日本的陰謀 以至於這時候反日 沒有回憶一個人 從頭到尾都要一種態度 他可能因為某一個原因 轉變他原本的政治立場 那1897年的時候 其實你把課本1895到97 這個紅色粗的這條線 這兩個年代圈在一起 也就是甲午戰爭之後 一直到1897年 就是朝鮮在中國 不是他的宗祖國 而日本加強對朝鮮半島控制的時候 高中這個時候只好自立自強 改自己的國家叫大盆帝國 看起來是深刻 不過實際上是要排斥日本的勢力 而且引進俄羅斯的力量 所以當時的朝鮮半島 就有一個日本跟俄國之間的競爭 所以為什麼在1904到1905年 會有日俄戰爭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背景 就是他們在朝鮮是有競爭的關係 等到1905年俄羅斯敗於日本 再過五年朝鮮就被日本促定了 好想這一段因為他牽涉到比較多事情 我選擇用這種方式來跟各位講一遍 那頭影片各位看就是 遭病吞之後的朝鮮總督府 好這個是朝鮮被病吞九年之後 那原來的那一位高中死掉 有一種講法他是被日本毒死的 那這時候他出病 然後很多的朝鮮人就走上街頭 一方面是悼念高中 一方面是表達對日本殖民統治的不滿 後來引起在朝鮮各大城市 一共兩百萬的朝鮮人走上街頭 那朝鮮總督府就能是採取強力鎮壓 所以最後血腥脫殺了拔錢人 那因此去年剛好是這件事情 南韓就發行了郵票 那這件事情我們後面還有機會談 那這個其實就是當朝鮮得為日本殖民統治之後 民族主義就變成是這一段朝鮮歷史的主軸了 那當然就像在台灣的殖民統治一樣 他也會有一些建設 像鴨戶江這個水風水庫 我上網查了一下 他到今天還在使用 他是一個對當時的朝鮮半島 引水力發電成重要的一個建設 那跟在台灣是不是也有日月潭水力發電廠 加南大 你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說這些是屬於工業化的 然後是物質建設的部分 那包含第一條的朝鮮半島鐵路叫金府鐵路 也在20世紀初完成 金府就是從京城到府山 京城就是現在的首爾 好再來這本書就更新了 這本書是在六天前出版的 都已經到一個境界了 他來講的是 日本因為有很多海外殖民地 他們就瘋狂把自己那個 該鐵路的熱情 釋放在他的殖民地的上面 所以各位當然知道 台灣也有很多的鐵路 朝鮮半島有 後來其他殖民地也有 這本書我正達成這個週休二夜 好好的來看一下 這本書在日本地都是賣到缺貨 那他終於有個中文版 好再來我們最後剩下幾分鐘 我們來看越南翻到第125 六夜 好 越南後來也被法國所併魂了 因此你在標題把這個年份寫一下 1885到1945 1885是哪一場戰爭結束 所以他被法國統治 改作霸戰爭或者敬霸戰爭 所以這個年代各位要知道它背後的意義 那我們看到的是 這一章是法屬的印度之那 我用的都是當舍船舟 所以主體是越南這個地方 但還包含今天的遼國跟柬埔寨在內都有 好 那這個是法屬印度之那的總部 在今天的河內 也就是越南北部的地方 所以各位會發現這些殖民統治的故事 有一些類似的地方 都是有一個代表殖民無國 發號施令 同時很西方的那樣子的面貌 好 那這個是 跨越紅河一個叫杜梅橋 杜梅是法國派到越南的一位總督的名字 在這張機杏片的這個地方 我上網查才發現 今天越南人如果開河扎照 很喜歡在這個橋的前面開 所以它到今天都還是一個重要的象徵 那當時是法國殖民 殖民統治越南的一個現代化的成就 這個橋花了法國人非常多的錢 那可是對法國人來講 他們會覺得他們自己的國家是被支配的 因此有一些反法的民族運動 你把第二行的潘貝珠這個人 名化下來 就是男生 那潘貝珠在一個王國之下 他本來是儒家的經典 考越南的科舉考試 可是越南而為法國殖民統治之後 改變他的命運 他等於是周上的舊國之路 那後來他到日本去見了梁啟超 那一樣從帝國的廢墟中崛起這一本書 他受到梁啟超很大的影響 那現在麻煩你在左邊的那個小五鐵給他三顆星 他跑到東京去見了梁啟超 我們知道台灣史我們提到哪一位台灣的政治領袖 也跑去日本見了梁啟超 新中江嗎 台灣史 是林憲堂 所以其實梁啟超是一個跨國的聯繫 那因此潘貝珠到日本去見到梁啟超的時候 梁啟超就說你要把你自己國家王國的歷史寫出來 後來梁啟超就把這個潘貝珠的這本書出版 叫《越南王國史》 你注意到我們小五鐵有一個很重要的面向 這本書後來被朝鮮拿去當成國小的教科書 朝鮮在這個時候 為什麼會把潘貝珠的《越南王國史》拿去當教科書 因為這剛好是朝鮮王國的前戲 剛剛講他在哪一年被日本併戈的 是不是1910 所以各位要知道 這一些東亞國家的反帝國主義 或者民主主義運動 為止是有共鳴的 我們盡快把他結束 那甚至你看到第二段 有提到潘貝珠成立的《越南光復會》 他的誓詞是什麼呢 驅除罷賊恢復越南 成立越南共和黨 那我直接對比行中會的誓詞 你有沒有發現是同一個文法 同一個邏輯 好再來 潘貝珠他後來的革命事業 就跟中國很像 甚至直接在中國 那以此都會看到 這是他所要建立的那個 越南民國然後的國旗 你有沒有覺得這一面 越南民國的國旗跟什麼很像 跟咱們的國旗是不是很像 好那同一個時間在台灣 那講那位水不是有叫台灣民眾黨嗎 那黨企業長得跟這個很像 所以我們在講的 還是一個東亞世界的這一些政治運動 彼此是有後名的 好那最後我們用兩張照片來結束這一節 左邊是不是潘貝珠 一來二十六頁 右邊那位是胡志明 胡志明比較多的 我會留在第六章在講他 那我現在拿中國革命的脈絡 來做一個譬喻 潘貝珠就有點像是孫中山那樣子的角色 他走的是共和革命的路線 右邊那一位胡志明 就有點像是毛澤東的角色 他走的是共產革命的路線 那因為我們第六章有一節 會專門談共產革命 我們胡志明就放在哪個地方 好 這裡有下課 不好意思 待會那麼久喔 不知道為什麼講不完